婚礼当天,婆婆以死相逼,不许谢灵出现,我一个人,站了很久,久到宾客散尽,餐食冷透,嘲笑与卑鄙潮水般淹没我,我忍住泪意给谢灵发了一条消息,分手吧,谢灵同时也在给我发消息,抱歉陈兴,我只有一个妈,谢灵撤回那条消息,重新发送,别冲动, 我会给你解释,我没回复,我抽走了投入到谢灵公司的全部股份,带走我谈下的所有客户资源,切断了和谢灵的所有联系,谢灵封了班找我,必是我刻薄我的婆婆,直接跪倒我,我家门前,哭求我跟谢灵复合,我挽着门当户对相亲对象的手,轻笑,好狗不挡道, 罗春花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整张脸变得煞白,似乎承受不住我的羞辱,她保养光滑的脸上,泪水滚滚落下,搭配她柔弱好期的气质,真的宛如一朵老白花, 陈,陈兴,我知道,从前我有很多让你误会的地方,你要怎么报复我都行,求你别用和谢灵分手惩罚她,好吗? 罗春花对着我怦怦磕头,很快,额头就红肿流血,她一副快晕过去,咬牙坚持的模样,我叫来的安保,周围的邻居,甚至连我的相亲对象都被她打动,劝我, 你们好好谈谈吧,说清楚,这么大年纪,又贵又磕头的,别出现好歹,我气得全身发抖,她可怜,被她作践的我就不可怜吗?我抛下附加千金的自尊, 甘当谢灵的垫脚时,将她从一个大学里勤工俭学的穷学生,扶持成人前风光的谢总,说好,等她功成名就,风光迎娶我,结果,因为罗春花的阻挠,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我背负上连谢灵都不要的印记,就连相亲都只能往下找,我受到的伤害,就不算伤害了吗? 我目光冰冷地一一扫过去,最后,落在罗春花身上,我看见她颤抖色缩了下,似乎很害怕我,其他人眼里的同情更浓,相亲对象更是想伸手,把罗春花扶起来,罗春花隐晦地对我挑衅一笑, 这次,我没有被激怒,没有大喊大叫,指责她撒谎,我一手扶住额头,一手按住心口,虚弱难受地往下倒 你,你,一个身影冲上来抱住我,熟悉的雪松气味充盈敌端,我酝酿许久没出现的泪,一下就涌出来,陈兴,别哭,我来了,我在,你怎么样,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现在去医院? 谢灵紧紧张地抱着我,俊脸上写着的全是对我的担忧,然而我脑海中呼啸而过的,是每一次罗春花和我吵架,谢灵都及时出现,奔向罗春花,她温柔安慰,满脸疲惫请求我,陈兴,你能不能让让我妈?她性子敏感,很容易忧伤,我只有这一个妈,每次,我都不忍谢灵为难, 都选择忍让,我向罗春花道歉,我保证下次不会言辞过激,但下一次,我眨眼,让泪水把酸涩的难过冲走,我学着罗春花最喜欢用的故作坚强,轻轻推开谢灵,我没事,你先去看看你妈,我有顾衡照顾,我看像木头庄子一样的相亲对象,顾衡这才反应过来,收回看罗春花 她的目光,向我伸出手,哪知谢灵直接将我打横抱起,陈兴身体不舒服,我送她进屋休息,罗春花一副七楚抢笑的模样,应该的,谢灵,你不用管妈,陈兴更要紧,谢灵犹豫顿住,我嘴里苦涩弥漫,我就知道,不管何时,一旦我和罗春花之中 需要选拥,谢灵的选项永远是,我送阿姨回去吧,我的相亲对象顾衡突然说,她看也没看我,伸手温柔地将罗春花拉起来,一只手臂从后方虚拂罗春花的腰,罗春花道谢,结果往外走的时候,脚下一扭,摔进顾衡的怀里,顾衡,对她公主抱, 那天后,顾衡再也没联系过我,倒是谢灵,仿佛打卡班,每天都来我家,早上送早饭,中午送鲜花,晚上送礼品,不管我是扔掉,拒绝,还是冷脸,她都风雨无阻,我爸妈原本对她颇多怨言,在她连续的表现下,也松动了,甚至劝我和谢灵复合, 但罗春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底,我不想回到总是被谢灵舍弃的日子,我是人,我会流血,会痛,在谢灵又一次深情款款,带着999朵玫瑰出现时,我对她点点头,一起走走,谢灵欣喜若狂,她急忙上前想牵我的手,可是怀里的鲜花又挡住她,她手忙脚乱, 无措着急的样子,一下和记忆中,大学时青涩的谢灵重叠,那时候她很穷,我却是生活优渥不知愁的小公主,本来我们毫无交集,但突然从某一天开始,我时常出现的地方,都有她的身影,她在那里打工,我偶然得知我们是校友,就忍不住对她多关照, 没想到在接触着,了解着,我对她动心了,这个男孩独立自强,不被困苦的境遇打倒,执着努力地向上生长,我喜欢她身上的那股拼劲,或者,更准确形容,是野心,我情不自禁被吸引,觉得她和我认识的其他男孩都不一样,我主动对她表示好感, 那天,谢灵就和现在一样,慌乱得不知如何应对,我心情更好,我喜欢感情上一张白纸,由我来做第一个落笔人的对象,我点脚,在谢灵的唇上印下一个吻,谢灵整个人傻住,手里的东西匡当掉在地上,那天,她成为了我的男朋友,但也背负上一万块的赔偿金,她拒绝我帮她还, 不过,她后来时常笑称,我是她的一万块爱人,她花了一万,才得到的宝贝,我心里甜思思,觉得这是我们和别的情侣不一样的开始,证明我们天作之和,我没想到,罗春花和谢灵,其实都对这一万块耿耿于怀,罗春花更是多次提,为了挤出这一万块,她连日常该吃的药都停了, 结果病情加重,差点死掉,我欠她,我磕她,我就是一个扫把星,谢灵则说,陈兴,我都为你过一万了,我妈都没用过这么多,你让让她,好吗? 我多傻,竟然真的很愧疚自责,连连退让,结果,退到婚礼当天被丢下,成了一个笑话,陈兴,你哭了,谢灵小心翼翼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 我才察觉自己脸上湿漉漉一片,谢灵低头,她准备替我吻去泪珠,我下意识后退一步,恶心,谢灵目瞪口呆看着我,我认真重复,别碰我,恶心,谢灵彻底被伤到,我不过是做错一次,不,那都不算做错, 你难道要我放着我妈不管去和你结婚,要是我妈真死了,你承担得起后果,夏陈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没想到,谢灵失望摇头,我面无血色地看着她,我说的是你刚刚做的事,恶心,我看到过,罗春花,她就是这样为你擦眼泪,谢灵惊恶后,很是狼狈地一开视线, 原来,她也知道这样不合适,谢灵底气不足解释,小时候家里太穷,连纸都买不起,我妈她习惯了,抱歉,我不知道你介意,以后我会和她说,让她别这样,还是不了,万一她受不了刺激,又晕过去,就成我的过错,我凉薄讽刺,谢灵被激怒,她红着眼问我,夏陈兴,你怎么变成这样? 连我妈的醋都要吃,她养大我,她是我心里最重要的女人,不应该吗?我正正了一瞬,交往八年,谢灵对我冷过,还从来没有对我凶过,谢灵看我的表情,也意识到不对,慌忙补救,对不起陈兴,我不是故意吼你,只是你说我妈,我就忍不住激动, 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谢灵,我和罗春花只能选一个,你选谁,就不能共存吗?你们两个我谁都舍不得,谢灵恳切说,我笑笑,挥开她想拉住我的手,你们的关系并不难查,只是我以前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罗春花她不是你妈,她是你的同养媳 她确实养大你,供你读书,但她,付出是为了让你娶她,不是任她当妈,谢灵嘴唇哆嗦起来,我心底最后一丝侥幸沉默,我转身,谢灵,如果你还有良心,别再找,我的话惊骇地哽在喉咙里,罗春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就站在我后面,跑,她用嘴形无声对我说,我还没弄清楚, 她在搞什么,突然,她举起手里浸泡大量乙迷的白帕子捂住我口鼻,昏迷前,我看到她神色悲悯,同情,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被捆起来,关在我和谢灵曾经购买昏房的杂物间里,鼻端充斥着霉味和怪味,罗春花总是喜欢把我扔掉的垃圾捡回来,翻找出她认为还有用的, 替我收在杂物间,杂物间慢慢变成另外一个垃圾场,我和谢灵说了好几次叫她清理,谢灵嘴上答应,从来没行动,我慢慢探出一口气,绳子捆得不算紧,我还可以小幅度活动,但我解不开,挣脱不出来, 我四肢蜷缩,努力和垃圾保持距离,我头脑昏沉,不知道自己被绑走多久,突然,地上亮起一点光,我看过去,发现是我的手机响了,来电人是许久没联系我的顾衡,我急忙挪动,想要接通求救,没想到,咔嚓,房门被推开, 罗春花走进来,她第一眼,就看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罗春花对我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她当着我的面,捡起手机接通,小恒,是我,是的,夏晨星和谢灵已经和好,他们很快就会领证,度蜜月,你不用担心,你家在逼着你娶不爱的女人,好,我,等你,最后一句, 罗春花的语气堪称娇羞,然而她的脸上平静冷漠,这强烈的反差,让我心底发寒,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发现,我对罗春花并不了解,起初,我以为她是一个有恋子情节的麻烦婆婆,后来得知她和谢灵的真实关系后,我同情她,可怜她,甚至决定结婚后,如果她放手,就拿她当长辈尊敬, 可没想到,她并非软弱无能的女人,她比我,更有心计,罗春花挂断后,直接把我的手机砸在地上,用高跟鞋碾碎屏幕,一些玻璃碎渣,飞到我脸上, 割得我脸生疼,谢灵听到动静走过来,发生什么事了,罗春花面无表情,却用忧愁的语气回,陈兴情绪很激动,看来短时间说服不了,她跟你领证,那怎么办,公司那里我快拖不下去, 如果被员工知道,陈兴抽走投资,我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客户也全被截断,我就完了,我的心血全毁了,谢灵没走进来,她焦躁地在外面跺脚, 我急切地想发声,叫她进来,我了解谢灵,我有把握骗过她,让她放开我,可是,罗春花似乎预判我的想法,她手心一翻,露出一把水果刀,直接贴在我的脸上威胁,没我的允许乱说话,我就毁了你的脸,我很爱美,但在生命面前,美不算什么,我就要豁出去大喊,谢灵突然道, 我偷拍过私密视频,你告诉她,如果不和我领证,不把带走的东西还回来,我就发不到网上去,我惊恐地看着门外,无法相信这是谢灵说的话,即便她在罗春花的事上骗我,伤我,我都以为她是个证人君子,结果她竟然,不顾我的意愿偷拍,恶心赶涌上来,我偏头干呕, 罗春花神色不明地看着我,过来片刻,她说,谢灵是一个卑鄙,无耻,肮脏,下贱的小人,有没有兴趣,连手坑她一把,我震惊抬头,罗春花的脸,一半是杂物间的阴影中,一半暴露在光影下,还是那么柔弱,无辜 可是她说,想亲手送她下地狱吗? 我脑子十分混乱,我分辨不出罗春花是在炸我,还是真心邀请,不过她没有当即要我表态,而是退出去,不知她在外面对谢灵说了什么,谢灵暴躁地砸了半夜的东西,哐当砰砰,惹来楼下邻居几次上门警告,第二天,第三天,过得很平静, 罗春花只有给我送饭的时候进来,进来也什么都不说,好像那天她的邀请,是我的错觉,但我越来越不安,我消失这么久,家里人的却没有找过来,我不得不往最坏的可能想,他们相信我对谢灵回心转意,重新筹备结婚,所以联系不上我也没在意,可,谢灵的耐心快告庆, 我被困在杂物间的第三天晚上,谢灵满身酒气,暴躁地冲进来,夏陈兴,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结婚,明明你都拿出夏家一半资金给我,为什么要收回去,为什么不全送,你知不知道,就差一点,我就成功,我就改换门庭,成了新兴企业家,陈兴,我错了,我以后只要你一个, 我再也不管罗春花,你原谅我,好不好,谢灵抱住我,胡乱地朝我吻下来,我躲避不开,只能狠狠一口咬在她的下巴上,直到嘴里尝到血腥味,我才胸很松开,谢灵吃疼,她愤恨地甩了我一巴掌,不过是被用烂了的婊子,你被我睡得还少吗, 这时候装什么纯洁,谢灵开始脱衣服,她要干什么,我惊恐后退,然而杂物间满满当当,根本没有地方让我躲,谢灵私下,她在面前伪装了八年的温文尔雅,宁笑说,你不肯跟我领证没关系,我只要直播让所有人看到你在我身下放荡, 谁会信你不想嫁给我,到时候,你带走的客户,我会用视频一个个去谈回来,你撤走的资金,想必你爸妈看了视频,会很愿意再还给我,我又恶心又震怒,我真是瞎了眼,看上这么个烂玩意儿,谢灵摇摇晃晃,距离我越来越近,就在我绝望闭上眼,告诉自己,全当被狗啃了一口, 罗春花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说服顾恒,把你介绍给顾家,明天上午十点去拜访,你今晚要好好休息,明天拿出最有精神的一面,谢灵动作一顿,浑浊的眼清醒几分,我后怕又庆幸,忍不住朝罗春花看去,没想到被谢灵注意到,她突然吩咐,把她衣服扒光,用摄像头二十四小时, 保时监控,监控画面,时时传输公开,不,我凄厉喊叫,我的反抗,我的斗志,这一瞬都被谢灵的残忍击垮,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谢灵,我和你八年感情,我对你那么好,是吗? 那我只是想和你结婚,这个小小要求,你为什么不能满足我,谢灵病态地看着我问,我茫然地看着她,我不懂,她为什么非要执着和我结婚,以我们现在翻脸的程度,难道结婚我就会对她死心塌地, 这不可能,我和她都清楚,可是她为什么?监控,罗春花突然出生,现在开马,罗春花看向我的表情充满恶意,一副迫不及待羞辱我的样子,谢灵看着我,等我表态,我实在无法接受被扒光,被直播围观,我浑身轻颤着低头, 从牙关里挤出两个字,我家,你早这样配合,不就好了,谢灵亲密地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她站起身,摇晃几下,罗春花担忧上前扶住她,温柔称怪,你又喝多了,你的肝不好,下次不许这样,谢灵痴笑,我不喝,难道你带我喝? 你虽然还有几分姿色,但是年纪太大,那些老板看不上你,罗春花恶意地朝我看了一眼,不是还有夏晨星,等结婚她,就是老板娘,为公司业务陪酒,分内之事,罗春花怎么能用自然的语气说这么恶心的话,我对她怒目而逝,谢灵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转了转,等领完正在说, 罗春花一副遗憾的样子,扶着谢灵出去,后半夜,罗春花悄无声息地进入杂物间,明天领证的时候,我能帮你争取一点时间,你可以发一条信息出去,只能一条,你先想好发给谁,我疑惑地看着罗春花,她不是要践踏我讨好谢灵吗? 为什么又要帮我,不过这是唯一逃生的机会,我定定神,说,我要联系我爸 罗春花的脸上浮现类似悲悯的表情,换个人吧,为什么,我爸知道谢灵囚禁我威胁我,肯定不会不管 你爸住院了,胃癌晚期,你妈在医院照顾她,分不出精神,你撒谎,我爸身体那么好,我否认,眼里的泪却速速往下掉 我突然想起我和谢灵分手后,爸爸忧心的表情,说我没人照顾可怎么办 当时我撒娇抱着她的手臂,说我要在家陪伴爸妈一辈子,妈妈点了点我额头,叫我别任性 他们劳两口的愿望,是临死前能看到我出嫁,妈妈积极地为我张罗相亲 我完全是为了应付,选了各方面都不行,但心思都写在脸上的固横 没想到刚约会两次,爸爸就催我考虑结婚 我已还没放下谢灵为由拒绝 后来谢灵上门,爸爸又频繁催我和谢灵复合 我以为她是着急把我嫁出去,嫌我留在家里丢人 没想到,是她时日不多,再尽量为我保障余生 你还不知道吧,你爸对谢灵说过,她死后,下家的钱全给你 下家的公司,产业,给谢灵,前提是,她要好好待你 你爸本来还可以多撑一阵,谢灵换了她的药,她病情突然恶化 她没几天了,谢灵急着和你领证,就是想快点拿到下家的资源 罗春花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杂物间哭晕过去 第二天早上,谢灵来看我,把我掐醒 我眼皮重得睁不开,不过我的状态误打误撞合了谢灵的心意 她丢下一句,别想耍花样 老实配合当谢太太,你从前的好日子,依然可以享受 谢灵松开我,在罗春花的服饰下,穿上我为她高价定制的西装 气质昂扬地走出去,我焦急地在杂物间等罗春花找我 我要告诉我,我同意联手,然而这次,直到谢灵回来,罗春花都没进来 谢灵丢给我一条红色收腰连衣裙,穿上,趁民政局没下班,去把政领了 我愤恨地抓着连衣裙没动,谢灵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我愤恨地蹲在我面前,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 陈兴,你别恨我,我都是太爱你了,我不能失去你 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在一起 谢灵说着说着,竟然哭出来,她被自己的深情感动了 我看着却只想作呕,这个虚伪下三滥的渣男 我强忍怒火,装出震惊,欢喜的语气 真的吗?你,你,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要吓唬我 对不起陈兴,我被极度冲昏了头 你不知道,当我看见你和别的男人相亲 我恨不得把我关起来,再也不让人看见 谢灵说得很认真,我心头一脸 她做得出来,我一开视线,没让她看到我的慌乱 我继续用甜蜜的语气说 我那时故意气你,谁叫你每次都因为罗春花惹我生气 放心,以后不会了 等我们结婚,我就把罗春花嫁出去 谢灵对我保证 我心事重重地让我抱住我 脑子乱成一团麻 谢灵今天在顾家谈了什么 罗春花的计划是不是被发现了 她说得联手,还能进行吗? 9.民政局,我被谢灵和罗春花一左一右夹着 排队等办手续,快要排到我们的时候 罗春花突然肚子饿 去了卫生间,过了没多久 谢灵接到顾恒的电话 谢灵眸光闪烁,分明是不想让我听到内容 于是她打发我去看看罗春花怎么还没出来 我求之不得,面上却磨磨蹭蹭 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 谢灵对我哄了又哄 我才捧着脸走向卫生间 罗春花看到我 马上把我拉入隔间 她拿出一台黑色老师手机 快,短信的内容我早就想好 我快速编辑完 输入号码发送过去 你找了顾恒 罗春花语气平静 我差点把手机摔出去 你怎么知道 我和顾恒有一腿呀 我能记住她的号码 罗春花语气自然说 让我一时都不知从何吐槽 好几秒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那你知不知道 顾恒对你是好 是我安排的 知道 我尴尬的脸都红了 算计人却早就被正主看穿 我好像个小丑 你这一步走得很好 给了我脱离谢林的灵感 嗯 我愣愣看着罗春花 罗春花却推开隔间门 该出去了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卫生间 我看到谢林竟然就在门口等着 不知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等了多久 有没有怀疑我和罗春花 我心情乱糟糟 根本不敢抬头看她 倒是罗春花神色哀怨 无声声有声地看了谢林一眼 率先走出去 谢林不知脑补了什么 脸上流露出愧疚 我和她各自心怀鬼胎地走回大厅 这次前面排队的人不多 我们等了十几分钟 就坐在窗口前 工作人员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 例行问了问题 就把资料拿给我们填 我捏着笔 心交无笔 快速思考着还有什么办法拖延时间 这证领了 下家的一切就会落到谢林手上 到时候就算曝光她的真面目 也于事无补 陈兴 是不是又滴血糖犯了手抖 要不我帮你填 谢林温和问 接着她伸手 想要拿走我面前的资料 工作人员阻止 这位先生 每个人必须自己填自己的 谢林遗憾地收回手 我冲工作人员感激一笑 扭头对谢林说 早上出来得太着急 没吃东西 我饿得心慌手抖 我本来想说我去找餐馆吃饭 谢林直接吩咐罗春花 你去帮陈兴买点吃的 罗春花哀怨地看了谢林一眼 才走出去 不得不说她演技很好 就连我这个知道真相的人 看见她的反应 都觉得她对谢林情根深肿 根本不能接受谢林娶别人 我突然多了几分信心 我是出其不意 罗春花是谋划已久 我们联手 说不定真的能把谢林狠狠拽入地狱 罗春花去了十分钟 还没回来 谢林的表情肉眼可见地焦躁 她满眼力气 正要打电话催罗春花 手机上先响起来 我装作好奇地瞄了一眼 发现是公司员工打来的 还是我认识的老员工 谢林创业初期就加入 我竖起耳朵 谢林没避开我 大约觉得没必要 谢总 不好了 你叫我盯着的那些客户 突然都和顾家达成合作 今天一天成交了三十单 数量还在增加 怎么会这样 谢林又急又气 满脸被被刺得急躁 她气恼地瞪了我一眼 我立即忧心忡忡 一副比她还惊讶的样子 我们的客户怎么会突然被顾家抢走 不应该啊 顾家就算有名单 也不能突然全谈下 我自言自语 谢林得到提醒 想到什么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她直接挂断了员工电话 给顾恒打过去 一接通 她就劈头盖脸质问 我当你是兄弟 你他妈竟然算计我 谢总 火气别这么重 发生什么事了 装 你还装 我把夏晨星和客户谈的底价告诉你 同意顾家分一半走 没说让你他妈的全签走 谢总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和你谈合作的是我爸 我哥 我一个花花公子 连公司核心都插不上手 我能影响什么 顾恒的话 让暴躁上头的谢林渐渐冷静下来 没道理 那底价真的是触底价 顾家要全从我手上抢过去 只能开和我一样的价格 可是那价格对于顾家来说 是亏本的 顾家不可能损耗自身利益来对付我 我默默听着 在心里点评 算你聪明 想到了关键 但谢林想破头 都不会想到 我会用下家庞大的资金 去给顾家兜底 不仅保证 会把顾家亏的部分补上 还愿意补偿三个利润点 顾恒是顾家最不受重视的儿子 这么肥美的诱惑放在面前 他迫不及待咬钩 帮我促成合作 虽然这样一来 下家会白白损失 可比起下家落到谢林手上 这根本不算什么 谢林在顾恒那里 打听不到有用消息 急躁挂断 这时候 罗春花回来 手里提着豆浆油条 谢林气愤地一把挥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吃吃吃 你 马上 签字 谢林扯住我的头发 把我的脸按向资料 争明命令我 他急了 他想马上拿到下家 去弥补客户流失的损失 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愿 我装作被扯痛的样子 对他发脾气 谢林 你弄疼我了 你明明说 结婚后 要我当你掌心里的小公主 这还没领证 你竟然就对我这么粗鲁 你再这样 我不嫁给你了 不嫁两个字 彻底触动谢林的神经 他仰起巴掌 就要对我打下来 突然 一个中气不足 但微严的声音响起 住手 我扭头看去 看见销售许多的爸爸走进大厅 妈妈扶着他 爸爸手上还插着刘志珍 他这次从病房直接赶过来 我鼻头一酸 哭着扑向爸爸的怀里 我哽咽难言 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星星 别怕爸爸严厉地看向谢林 你和我女儿的婚约解除 我和你的协议 作废 谢林差点发狂 脸红脖子粗地冲过来 不 凭什么 说好我娶夏晨星 把夏家给我 你不能出儿反儿 是 我是说过 但是我的前提是 你要对晨星好 我的女儿 是我的宝贝 不是你可以肆意糟蹋的 谢林回过神 扑通跪下认错 爸 你原谅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承认我之前 因为陈兴和我闹脾气 找别的男人 吃醋过鸡了 但我真的很爱他 我紧张地抬起头 生怕爸爸被谢林的花言巧语 骗过去 爸爸冷力地看着谢林 到现在你还满口谎言 你绑架陈兴 逼迫他 羞辱他 你做的事 说的话 都被记录下来 谢林 我永远不会让你这样的畜生 接近我女儿 爸爸置地有声宣布 我泪如雨下 心里后悔不已 在和谢林在一起后 我享受当小女人的甜蜜 在她创业后 我全部心神都用在帮她跑业务上 我的家人 谢林主动帮忙关心 我就自己再也没上心 想一想 我有多久没有和爸妈沟通了 如果我没偷懒 自己多问问 是不是早就能知道爸爸的身体状况 而爸爸也不用身体到了末期 还要为我这个不孝女操心 爸爸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 温柔地对我说 星星 爸爸永远爱你 爸爸说完这句 突然双眼一闭 直婷婷倒下 谢林眼睛发红 恶狼一样推开我 抱住我爸 你快收回协议作废的话 快 快啊 我拼命拉扯拍打谢林 你让开 我爸要马上送医院 谢林立大如牛 我和妈妈加起来都拉不开她 后来是罗春花叫来保安 一起使劲才把谢林拽开 我们匆忙上了救护车 谢林还想爬上来 但是被后续赶到的警察抓走 他囚禁我 逼迫我 还有利用公司做灰色收入的证据 都被罗春花趁着买早饭 一起提交给警方 谢林要面对的 是无期的牢狱之灾 爸爸葬礼那天 我站在墓碑前 颤抖地宣读法官对谢林的宣判 我还把谢林崩溃懊悔的视频播放出来 可惜爸爸已经死了 再也看不见 节哀 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侧头 罗春花收起了往日故作可怜的表情 我才发现 她清秀中自有一股坚韧 她比我勇敢 在谢林被抓后 我才知道罗春花的故事 她不是谢林的童养媳 甚至 她算得上谢林的恩人 谢林是一个孤儿 四处流浪 罗春花偶然遇到被乞丐殴打的她 心软求家人收养 从此后 谢林有了家 有了名字 一开始 罗春花只是拿她当弟弟 谢林却在成年后表白心意 步步紧逼 在一次犀利糊涂的醉酒后 两人发生关系 罗春花就接受了谢林 但罗家爸妈不同意 他们观念传统 不仅要两人马上分开 还解除了和谢林的收养关系 把她赶出罗家 谁也没想到 谢林怀恨在心 竟然下毒杀了罗家父母 在罗春花伤心不已的时候 关怀她 安慰她 这个凶手 甚至还说会帮罗春花查明真相 罗春花把谢林当成世上最后的亲人 依赖她 四处打工供养她 后来 她发现谢林谈了个女朋友 那时候 她已经发现谢林不对 但谢林很疯癫恐怖 她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各种想办法做和闹 想要逼迫分手 但每一次 我都被谢林轻松地哄回去 回忆起自己当初的愚蠢 我真是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星星 不要怪自己 坏的 是作恶的人 罗春花轻声安慰我 我无数的话哽咽在喉咙 顾恒走过来 牵起罗春花的手 走吧 我看着他们一起转身的背影 心里涌出不舍 春花 姐 我以后还能联系你吗 当然可以 罗春花对我温和一笑 那笑如春日百花 驱散了我心头的隐瞒 我会振作起来 好好打理下事 春花姐 希望有一天 我们顶峰相见 谢林垮了 她的公司 却还有许多事处理 罗春花决定接替谢林管理公司 顾恒被罗春花完全征服 立即狗腿 表示她要脱离顾家 帮罗春花打拼 她要当闲内住 罗春花没说接受 也没说拒绝 想来经历过谢林 她和我一样 不会轻易再对男人动心 毕竟搞男人 哪有搞失业爽 听到我充满斗志的话 罗春花对我汗手 星星 期待顶峰相见 后来 我和罗春花 并列成为商圈传奇 我们是两朵热辣 不好惹的霸王花 照лер 和彩虹 图法 优优独新疆 短 幻恨